6月28日晚 第29届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 当晚 繁花成最大赢家 包揽最佳中国电视剧 最佳编剧改编 最佳男主角 最佳摄影 最佳美术五项大奖 演员胡歌凭借在电视剧繁花中的表演 获得最佳男主角奖项 这是他继电视剧《狼牙榜》《梅长苏一决》后 时隔八年第二次获得该奖项 胡歌表示 繁花对他意义非凡 让他成长很多 对我来说 它还是有非常特别的意义 就像我刚才在台上说的 它成长了很多 和我的生活 和我的过往 都连接了非常简单 将近四年的拍摄的过程中 我是怎么样成为阿宝的 可以说在很多时候是 狼演手拉手 就要远来的 我之前说 繁花这个剧组就像一个大学院 每一个人 无论是演员还是摄影 不怕到大家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了长足的幸福 当晚《不完美受害人》将最佳编剧原创最佳女主角收入囊中 演员周迅通过饰演剧中律师林看已决 再次获得白玉兰奖 一个好的剧本就对于演员来讲是会刺激到演员的这个想象力 对 然后在这个之前我也去跟一些律师朋友有做过一些交流 其实我觉得白玉兰对演员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肯定和鼓励 那其实还是会跟以前一样认真的去打博角色 也希望能够演到一个更不一样的角色吧 本届白玉兰奖 新爽凭借《漫长的季节》获颁最佳导演 演员宁李 姜妍分别凭借《樊城之下》和《南来北往》 夺得最佳男女配角 评委会奖则颁给了《问苍芒》 电视剧《三体》 纪录片《灵探之路》 动画片《中国奇谈》或《国际传播奖》 纪录片《通向新生活》《繁荣之路》 综艺节目《中国智慧中国行》或《组委会特别奖》 此外 定缘飘移或搬最佳海外电视剧《长》 《桑伯和》或搬最佳海外电视剧《短》 《叫我舞者》和《以中国》 分获最佳纪录片最佳系列纪录片 昆廷布莱克的《宝箱》和《月动青春》 分别获得最佳动画片和最佳动画剧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 《花儿与少年思路记》或最佳综艺节目 《花儿与少年思路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